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你 就是你会用 搞一堆银行在这儿等着 说那个人说话不算数 这些银行可把它替补上去 然后再找一家担保公司 然后大量慢慢需要的钱 然后完了把你的资本金 然后冲大 然后带到更多的钱 满足这个C段的客户需求 这个时候线下门店 这个时候扩张了39个 这个时候人已经达到2400多人 接近快往3000人的方向走了 如果继续往这样膨胀的话 这条路可行吗 完全不可行 这就带来了我们的第一次转型 你们左边的银行系统 应该说还搞得比较有替代性 是吧 一家不行 其他几家替上 当然了 这个让谁上不让谁上 这个时候你们慢慢变成了甲方 同时搞了担保公司 把这个资本金的整个的一个 就是可扩展的这个空间加大了 这个关于资金体系 当时还在第一次转型的时候 我们的担保公司还没有进来 那个时候 担保公司什么时候进来的 担保公司是第二次转型的时候 第二次转型是指的 是我们用互联网 用了互联网之后 它进来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你用了多家银行 替补到他们第四季度的整个的 有的时候不守信用或信贷管控 对 这样的一个方式 做了几个替补的 对 被选方案 做了被选方案 对 但其实被选方案贯彻的话 是还是蛮难的 是的 因为第一家 比如说好 建行不给你了 那不给你的话 后面还有好几家 你选哪家 不选哪几家 其实都是同业啊 他都跟你们签了协议 其实说我愿意给你 你还不要我 这个事情你下次再跟人打交道 其实就没那么容易了 实际上我们遇到的问题 还不是在这个地方 最难的是 往往银行进行管控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银行 都有同样的情况 都在管控 对 这种情况 跟我们当时预想的情况 不太一样 我们当时认为 大银行管控的时候 小银行会好很多 甚至没有管控 实际上后来发现 它有区同 那么虽然有程度不一样 但是它的趋同性是存在的 那么后来我们才激发了 我们去跟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公司来进行一些合作 但是信托公司 它给我们的合作 也带来痛点 那就是它的资金价格 极其之高 这个高 可不是我们所说的 高个百分之十二十的程度 那么可能会去到 高个百分之五十以上 资金成本 那就没法干了 这样就会极大的挤压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令到我们的 一个特户的贷款成本 就增加了 对 这是第一个 直接的带来的一个压力 第二个压力就是 我们的空间 我们的将来可运作的空间 我们的经营的效果 也会大大地打折扣 企业是需要良心循环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可能会去打个平手 我们也要去维持这个量 维持客户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资金端的这种设计 虽然解决了一些体量上的问题 但是仍然没有令我彻底摆脱 这个资金所带来的落地的问题 就是在落地的过程中 实际现实跟逻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这个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 实际上一直是没有解决 我们甚至想通过不同的银行体系 以及银行和不同的金融机构 进行这种组合 那么后来我们开始在做一种设想 是不是可以去走到P2P 是不是可以去走到我们的国家 它现在开始在创新的 在资金上的一个资本市场上的一种创新 比方说ABS 就是现在资产的证券化 对 其实现在就有一家公司就在这么做 把你的资产打包上去 是的 当我们开始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在不断地尝试 甚至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牌照 开始开放的时候 我们也开始在尝试 总之中国可以尝试的这种资金渠道 我们都在尝试 时间长吗 尝试这个时间 后面的这一种挑战更大 因为它有太多的规范性 太多 它也是在一个创新领域里面 比方ABS就是这样 它不像银行有几千家 可以你去选择 ABS坦率说是一个很少个例 ABS虽然未来前景很好 但是在中国这一种创新 还没有成为规模 关键是中国资本市场 本身就起伏不定 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多么优良的一个资产 可以非常的抢手 是的 目前自己能力也比较差 是的 因为深圳我考察过一间这样的公司 是的 当然这个方向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还会继续去 有成效吗 有成效 在目前开始有成效 我相信在今年年底 最迟明年上半年 我们会接入这一种资金渠道的尝试 这个是多大一个规模 这个规模 它的规律跟银行做法就不一样了 这就看市场的接受程度 市场接受的程度好 它的规模就不受巴塞尔协议的规定 它主要受二级市场的 它的火热程度的限制 对 它的优势和劣势是蛮明显的 优势是将来它可以打开非常大的空间 劣势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市场接受的过程 可是那个地方 其实它的风险是很多 可能更多的不可控 比银行都还要不可控 是的 那如果做得好 当然是很好 如果做得不好 最大的问题 伤害的可能是机构那些 购买这个ABS的机构投资者 或者甚至是一些消费者 就是这种散户投资者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方向上 我们也是蛮谨慎的 曾经有很多家来跟我们谈 实际上除了这个里面的程序非常复杂 成本极其昂贵之外 实际上我们还在等这个政策的暖风 如果将来未来能认同这一种ABS的这种金融改革 金融创新 投资者的这个风险的识别度 也开始上来的话 我认为我们将来未来在这一块 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只是现在还是在尝试的过程中 感谢观看